蔚来ES7你可以记住三个第一 这是第一台没在Neo Day发布的新车 也是蔚来NT2.0平台的第一款SUV车型 同时也是今年蔚来新车序列里的第一款SUV 欢迎收看这期谍中谍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是蔚来的ES7 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们会分享关于它的定位 设计 性能 配置 交付等信息 记得看到最后 首先关于ES7的定位 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整体尺寸接触于ES6跟ES8之间 是一台大五座的SUV 具体尺寸以及跟进口宝马X5 宝时捷卡页参数的对比 我放在屏幕上 相信大家看完以后就会有概念了 设计方面 ES7沿用跟ED7几乎一致的X8元素 也是未来最新的家族语言 但是因为中网封闭的面积会变大 或多或少都会让ES7的前脸 有一点秀气的感觉 与大家印象中那种SUV 威武霸气的印象会有些出入 好看女佛就见仁见智了 车身侧面 ES7还是走圆润的风格 侧面看起来很流畅很舒展 跟德系品牌那种强调深刻腰线的设计 截然不同 视觉上也会让ES7看起来挺显大的 但是ES7车尾倒是舍弃了866那种扫子状的尾灯 采用了跟ED7相似的L字型长条贯穿式的尾灯 看起来尾灯显得更加纤细了 但是整体观感上更加饱满一些 高级感更强一些 同级的朋友 扣个1 性能方面 ES7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布局 并搭配了碳化硅技术 照面参数看起了ED7 鉴于此前有媒体实测 ED7的加速成绩能跑到3.5秒左右 那我大胆猜测 ES7应该进入3秒俱乐部的成功率呢 极其高 至于续航方面 ES7继续提供了75度 以及100度两种电池容量方案 供我们选择 考虑到ES7更加高的准备质量呢 我推测CLTC的续航里程为480公里 以及600公里左右 那么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 作为NT2.0平台产品 ES7自然也会沿用了 ETT所具备的传感机方案 包括五个驾驶辅助的摄像头 四个环式摄像头 一个激光雷达 五个毫米波雷达 十二个超声波雷达 这些都是配备的 当然了 辅助驾驶的表现呢 自然也会看起了ETT 日后升级的潜力呢 也会高于NT1.0平台的车型 包括第四季度的NAD呢 也是跟ETT同步开启的 那至于我们了解呢 目前配置方面的信息 其实并不多 你知道的 类似于ETT那种丰富的选装空间 还是会延续下来的 而且五款轮毂样式 气挥宠卡钱 以及梦主题的选装件呢 已经确认会一定出现了 那么最后就是 关于未来老车组和准车组 都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什么时候交付 其实ES7交付周期会加快不少 起码等车时间不至于像ETT那么久 大家可以理解为 现在产能已经爬升上来了 我个人大胆猜测 第四季度应该就会开启交付了 第二个 ES6、ES8座椅不够舒服的问题 ES7有没有改善 老实说 目前我还没摸到实车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还不敢最终确认 但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 未来有收到这些车主的反馈 ES7有针对座椅的舒适性进行改进 至于实际的效果 大家等待我们之后的开箱报告吧